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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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是有千 从高一开始打工 一直到去年2022出社会 五年的时间 终于存到了透气馆 也在去年买下人生的第一间房子 这边全装是25.71平 室内的空间大约是15平左右 格局有一个玄关 两房两厅一个卫浴 一个厨房跟前后阳台 主要的装潢有系统柜跟地板 风格是无印北欧风 那主要的色系是以白色跟木质色系为主 会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明亮简单 等一下呢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晃一晃 还有最多人好奇的费用 我也会在影片的最后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首先一进来的玄关这边啊 主要就是门后面这边有一片大鞋柜 就是一个超大的空间 那这边大概可以放下30双左右的鞋子 这变电箱的位置也有留一个孔 这样子的话如果到时候有要开关也会比较方便 做一个插座预留如果到时候有需要插电的话 这边可以再插 旁边这块呢也是做了满满的收纳柜 那这个大平台呢除了随手可以放一些小屋之外 另外也可以放安全帽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贴了这个插镜 主要是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大一点点 这边也有预留插座 除了台面之外呢 柜子里面也有预留一个插座 目前还没有想到要用什么 不过先预留起来 右边这边呢也有一个插座 全部的系统柜啊都是做悬空的 这样子会让整体啊看起来比较轻盈一点 而且啊这边如果要放鞋子的话也很方便 接下来啊客厅这边其实白天蛮亮的 因为我们的房型呢是属于长方形的 所以刚好太阳两边都可以照得到 我现在如果把灯关掉的话整个空间也是蛮亮的 好那我先把窗帘关起来 客厅主要动到的装潢啊只有这个电视柜 它的长度有200公分 也是用系统柜去做的 做悬空的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轻盈一点 电视是小米的55寸电视 客厅的深度啊只有3米左右 不敢选到太大的怕眼睛会不舒服 这个电视也是我自己去好斯多买壁刮架给他壁刮上去的 好斯多的壁刮架其实蛮棒的 他可以这样子伸缩 可以调任意角度如果今天要玩游戏啊 或者是不同角度要看电视的话 他这个都可以很方便的调整 室内15瓶的空间啊其实不大 所以我们没有另外买餐桌 只有买了一个这个深酱的茶几 那这个茶几呢是在特立屋的好好生活里面买的 送一些料件过来 然后我就是在这边自己把它组装完成的 大概花一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它组好了 其实不难啦 不过也可以另外请他们的师傅 这样子会比较快一点 平常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当一个茶几 如果要吃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开 这个高度呢吃饭的话是完全刚刚好的 所以不用另外买餐桌也省下餐桌的空间 除了吃饭之外啊如果要在这边写东西 或者是用电脑的话高度也是完全刚好的 所以我们把餐桌的空间省起来 好现在把它收下来 OK 再来呢是这个沙发在品诺沙发定制的 因为这个长度是200公分深度是90公分 所以如果有要睡沙发的话也是完全很刚好的 好 OK 窗帘的话呢也是自己DIY的 是在宜德利买华鬼 还有去IKEA买的窗帘 自己DIY窗帘的话其实不难 可以去IKEA借电钻 只要压证件它就可以免费租借 客厅这边还有一个很必须的东西就是这个超级大的收纳柜 对那颜色呢我们一样是以木质的色系为主 上面搭配浅色系跟地板的颜色是一样的 让柜体看起来比较不会这么笨重的感觉 上面啊虽然没有椅子拿不到 不过就是先暂时把这个空间留起来 以后还有一个大量的收纳空间可以往上叠 全部的柜体都没有做手把 都是用这种拍拍手的方式去开门 这样子看起来会让整个空间又更简单一点 里面就有超级超级大的收纳空间 只要把东西往里面塞 整个客厅就会看起来很干净很简单 而且下面这边一样是做悬空的 看起来比较不会有这么笨重的感觉 客厅这两条轨道灯一样是自己DIY的 灯和轨道啊都是在虾皮买的 自己装一装啊这样子的费用大约是2400左右 像吸鼎灯就是只能固定在这边 轨道灯呢它可以调整自己想要的角度 你的光线啊就可以自己去控制 电器柜一样是用系统柜去做的 这边是这间房子唯一有勤水电的地方 因为电器的瓦数比较高 所以有勤水电来拉一条专用回路 两边的上面都是用抽拉式的拉盘 煮饭的时候啊电锅就可以拉出来 蒸汽不会破坏到里面的柜体 另外一边水波炉也是可以拉出来 这整座总共有8个插座可以插插头 下面这边啊也是用拍拍手的方式 做一个收纳的空间 那两边都是 因为这边本来就是设定放一些比较少用的东西 所以就不是做抽屉的形式 厨房 厨房这边有一个我们很坚持的东西 就是这个滑门 它是长红玻璃的 一直觉得长红玻璃很漂亮 所以厨房这边呢 就是选用这个长红玻璃 那这个玻璃的区块设计呢 也是我们自己想的 冰箱是选用国际牌的五门406公升 那这颗冰箱呢 是日本制的 它的宽度只有60公分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想要找这种 60公分宽的冰箱 因为旁边才可以做这个超级大的置物柜 这个冰箱我最喜欢它的 自动制冰功能 满满的冰块 因为我们家以前都是那种 比较传统的冰箱 要自己倒水 然后放进去的那种制冰盒 其他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的差别 主要就是这个 自动制冰的功能 很棒 厨房这边主要有两个 冻到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 超大的置物柜 里面可以放 满满的零食 还有旁边的这块烤漆玻璃 原本建商呢 是没有贴玻璃的 后阳台这边就是不到一瓶的小空间 洗衣机选用的呢 是伊莱克斯的洗脱轰 较特别的地方是 下面这边有一个拉篮 也有一个超大的置物空间 而且有底下的拉篮 让洗衣机的高度更高 拿衣服的时候不用弯的更低 去拿衣服 虽然小小的但是空间还算够用 这两片门的颜色原本也是 建商副的咖啡色 像蟑螂色的那种颜色 因为不喜欢那种色 所以也是把它改成了白色 那改色其实不难 我们是去特立屋买底漆 油漆的话是90S的乳胶漆 步骤就是先把边边用 遮蔽胶带把它贴起来 另外我还有把这个门把先拆掉 再来呢就是先上一层底漆 乳胶漆就是 一层一层一层 一直的给它铺上去 直到你觉得颜色很饱和 你满意为止 这样子就完成啦 接下来我们看这间赤卧 这个空间主要放的东西就是 化妆台 还有一个超大的衣柜 那全部的东西都是在IKEA买的 只有衣柜的柜框 是请师傅组的 其他现场看到的全部东西都是我自己DIY完成的 窗帘 吸顶灯 洞洞板 化妆台 椅子 跟里面的橙板 主卧这个空间只有两瓶多不到三瓶 所以也放不下其他的东西 就只有放一张大床 那这个大床它是Queen size的 超级大 睡起来超级超级爽 也有请系统柜定制一个床头板 床架如果有床头板 那个深度必须要在多10公分左右 所以我们就选没有床头板的床架 床架是仙床 它底下的空间超级超级大 可以收纳超级超级超级多的东西 超级的空间 冷气的管线啊 我们有用压草 颜色原本是灰色的 也有把它油漆成跟墙面一样的颜色 看起来就比较不会这么的突兀 卫浴间我们都没有跟动 领域间是干湿分离 马桶是国际牌的免制马桶 当初选物件的时候就设定要有阳台的房子 因为阳台是一个让我感觉 放松 自在 喘息的空间 所以 一定要选有阳台的 物件 下面的 角草皮 跟 木地板 也是后来我们一起拼的 拼起来之后 就会跟原本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 主要的风格就是 刚刚看到的 无印北欧风 那色系呢 就是以白色 及木质调的颜色 去搭配 看了很多风格 我觉得这个风格最简单 最干净 也是 最明亮的 所以我选用这个风格 算是没有请设计师 当初这边都还是空的时候啊 我就带一张椅子 在这边 开始想 客厅要怎么设计 我的房间要怎么设计 玄关要怎么设计 厨房需要有什么 一张一张把自己 想要的样子 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去跟 系统柜的设计师 讨论 再请他用电脑 把所有的设计 都呈现出来 所以应该算是 没有请设计师 全部都是 自己设计 自己想出来的 这间房子 除了地板 跟系统柜之外 其他都是 自己DIY完成的 想要自己DIY 除了可以省钱之外 我觉得东西 都自己组装起来 可以跟这间房子 更有连接 更有感觉 感觉就好像我一点一滴 把它完成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DIY 让我很有成就感 另外还有油漆 油漆是我和我女朋友 下班之后来这边刷的 每面墙 每一个角落 都把它刷好刷满 涂了好几天才把它完成的 最后很漂亮 油漆呢 是跟90s买的 乳胶漆 颜色呢总共有两种 一种是 摩洛哥信赫色 还有英特拉肯灰白 两个颜色 那因为怕会有色差 所以我们有去台中的门市 直接看现场的颜色 这样子的话才是最准的 不会担心网路订的颜色 跟现场实际看到的颜色 会不一样 地板的话也是用90s的 超耐磨地板 颜色的话是 北欧浅项目 我们也有实际到现场看 地板的颜色 轻眼去看阳光照到的样子 然后还有实际的颜色 这样子才不会到时候来的话 有色差 感觉不一样 或者是又多花了一笔来回的运费 老实说看的房子没有很多 那主要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就是 价钱 看自己能不能负担的起 这边的价位就算我自己的话 也算是还OK 过得去 除了缴房贷之外 另外还可以再存一点钱 虽然是预售屋 不过已经快完工了 代销有特例让我上来看一下 现场的实际状况 走进来啊 就被这个10楼的窗景给吸引了 前后目前都还没有 高楼的房子 所以景色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远 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林口 往后面看的话也可以看到海 所以我觉得这边景真的是 非常非常吸引我 这间的总价呢 是553万 需要加一个 B1的平面车位 125万 所以总价呢 是678万 那装潢的费用呢 主要是系统柜 18万 超耐磨地板 约 41,000 水电 3,800 油漆 5,100 家具 129,000 家电 17,000 燕屋 13,500 全部装潢啊 跟家具家电加起来 大约是 55万 左右 住进来大约4个月 那很开心的是有一个 自己的 空间 很自由很自在 不习惯的是 除了要缴房贷之外 还要缴大楼的 管理费 公共电费 电费的话 自己这边其实 蛮便宜的 因为前后都有窗户 白天其实 根本不用 开电灯 主要是大楼的公共用电 未来的话 希望 可以换更大的房子 一样是 住在比较 乡下一点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 市区里面的话 我觉得蛮不舒服的 我比较喜欢 这种 空旷的感觉 所以未来有机会的话 希望可以换在 一样是这种 郊区 然后 透天的房子 就不用再缴 公共电费 还有管理费 好的以上就是我 今天的开箱 那祝大家 也都可以 顺利有一个 自己的家 我们下次见 拜托 中天 财经频道与前同行 连准会超音 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 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最坏的情况 您过去 至少减缓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回击 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 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下啦 分析师林永年 不藏私 投资新法 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 变大钱 请锁定 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财经频道 张耀廷 和您 一千通行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周报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您也知道 这个池泽水呢 变钱 对它养不起 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啦 房价啦 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啦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 都在往下 掌握肌肉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